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关注一些令人瞩目的新闻动态 首先在澳大利亚的测试选拔中 麦斯威尼的失误让他的位置变得岌岌可危 给哈里斯带来了争取名额的机会 与此同时 澳大利亚队的伤病问题也让他们的备战更加复杂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特朗普的连任对亚洲经济的潜在影响 专家指出特朗普的回归可能会加剧中国经济放缓 日本停滞和韩国增长缓慢等挑战 尤其是他的关税政策可能会对贸易造成冲击 这让亚洲各国的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最后特朗普在拉美男性选民中的支持率显著上升 从2020年的36%跃升至2024年的54% 这一变化可能会对民主党造成长期挑战 因为拉美选民的投票倾向正在发生转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悉尼晨报报道 澳大利亚的测试名额竞争在最后关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尽管首席选择关乔治 贝利和他的团队认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但纳森 麦克斯维尼在与印度A队的比赛中未能完成最后的考核 导致他在争夺袋鼠绿帽的过程中失去了机会 麦克斯维尼在开局时未能成功应对新球 留下了马库斯 哈里斯追赶的可能 尽管麦克斯维尼在场上的表现相对较好 但他以14分被淘汰的方式让选择官们感到不安 此外 澳大利亚队在即将开始的边界 加瓦斯卡系列赛中失去了一名快速投手 麦克尔 内塞尔因左腿筋拉伤将缺席 给球队的阵容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日经亚洲分析 特朗普的再次当选 可能对亚洲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甚至可能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媲美 特朗普的回归让亚洲各国的经济预期 瞬间变得不确定 尤其是在中国经济放缓的背景下 亚洲各国正面临多重挑战 日本 韩国等国的经济增长乏力 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可能会进一步削弱中国的经济增长 进而影响到整个地区的贸易格局 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和政策方向 不仅对经济造成冲击 也可能在地缘政治上引发连锁反应 影响到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悉尼晨报还提到 在2020年与2024年的选举中 拉丁裔选民的投票倾向 发生了显著变化 尤其是拉丁裔男性 对特朗普的支持大幅上升 这一转变让民主党感到震惊 因为他们一直依赖于有色人种选民 来抵消在白人工人阶级中的支持下降 特朗普在经济问题上的表现 吸引了许多拉丁裔男性的支持 他们对高通货膨胀和移民问题的关注 使他们更倾向于特朗普的政策 这种现象引发了对未来选举格局的思考 是否意味着拉丁裔选民的长期政治倾向 正在发生变化 可能会给民主党带来更大的选举挑战 南华早报报道 唐纳德 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逆袭成功 击败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 赢得了关键的摇摆州和红州 获得了愤怒的攻心阶层和非白人选民的广泛支持 尽管面临形势定罪和两次弹劾 78岁的特朗普在投票中表现超出预期 甚至在受过良好教育的郊区也保持了自己的支持率 他在五个关键州获胜成功突破了蓝墙 州 并在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等红州超越了自己的2020年表现 显示出他在拉丁裔和黑人选民中的支持率显著上升 这场胜利不仅是特朗普的政治付出 也为共和党在未来两年掌控总统和国会两院提供了机会 悉尼陈锋报指出 特朗普的胜利引发了对民主制度本质的质疑 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在于 多数人可以选出不信仰民主和法治的领导人 尽管美国的民主制度仍在运作 但其面临的挑战日益明显 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和公民教育不足的背景下 许多评论员担忧 特朗普的当选将对国际事务产生负面影响 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安全方面 民主党在选举中遭遇惨败 部分原因在于未能有效回应普通选民的关切 过于关注进步精英的利益 电讯报评论 特朗普的胜利并不令人意外 经济问题在选民心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将通货膨胀 与现任政府的表现紧密相连 尽管通胀有所下降 但物价未见明显回落 许多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压力依然存在 民主党在选举中的失利 可能会导致内部的循环枪击 各方将相互指责 未来的政治格局将面临严峻挑战 特朗普的当选 不仅是对过往政策的反思 也是对美国选民 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的选择的直接回应 悉尼晨报报道 乔·拜登在2020年成功阻止了特朗普的复出 但他的自负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失败 尽管拜登在经济复苏 气候变化立法和反垄断法方面 取得了诸多成就 但他的年龄和拒绝 让位于新一代民主党人的决定 使得民主党在2024年选举中面临惨败 副总统哈里斯 在拜登退出竞选后 接过接力棒 但因为能提出足够吸引选民的经济愿景 而未能逃离拜登的阴影 最终 拜登不仅未能巩固自己的遗产 反而助长了特朗普的东山再起 半岛电视台 分析了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原因 发现生活成本是关键因素 尽管官方数据显示 通货膨胀率在可控范围内 许多选民仍感到经济状况不佳 45%的选民认为自己比四年前更糟糕 尤其是那些将通货膨胀视为首要问题的选民 几乎以两倍的比例支持特朗普 而非哈里斯 尽管拜登政府在工资增长和失业率方面表现良好 但选民的感受与经济数据之间的脱节 使得他们在投票时选择了特朗普 悉尼晨报进一步报道了特朗普胜选后的局势 预示着他将重启美国优先政策 并可能在国会获得统一控制权 哈里斯在承认失败后 表示将继续为自由与公平而战 特朗普的胜利不仅意味着他将在移民 能源和税收政策上采取更激进的立场 还可能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特朗普的胜利超出了民调的预期 显示出共和党在多个关键州的成功 标志着他有望成为自乔治 W不时以来第一位赢得普选票的共和党候选人 BBC报道 来自北爱尔兰福音联盟的代维 史密斯表示 许多年轻人认为在学校作为福音派基督徒出柜 比作为LGBT更难 他在斯托蒙特议会中强调 基督徒并不想在关系与性教育 RSE的教学上与他人打文化战争 尽管福音联盟对RSE内容有一些担忧 但史密斯指出这并不是宗教与RSE的对立 他提到家长们对媒体中关于RSE的内容表示关切 并引用了保守党议员米里亚姆·凯茨 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RSE的报告 指出其中有一些不适宁的教学内容 涉及危险或非法的性行为 他还批评了一些RSE课程中科学不准确的材料 混淆生物性别与性别认同 教授儿童可以选择成为男人女人或两者皆是 史密斯提到 北爱尔兰的所有中学将被要求教授关于堕胎和预防早孕的内容 这一要求源于前北爱尔兰国务卿克里斯·西顿·哈里斯于2023年 在议会中制定的RSE规定 他补充说 良好的RSE是帮助年轻人理解和思考关系 性别和身份等问题 而不是灌输意识形态 委员会主席尼克·马西森提到 史密斯似乎在表达对某些教师试图改变儿童思想的担忧 史密斯回应说 他们希望在教学中留有空间 让所有年轻人能够基于事实做出回应 同时来自阿尔斯特大学的苏珊·拉戈登博士指出 北爱尔兰的女性和女孩暴力问题严重 但很多人对强制控制等术语并不熟悉 他强调强制控制是一种特定的犯罪行为 通常涉及在亲密关系中对某人的支配和威胁 拉戈登博士表示 北爱尔兰学校关于预防伴侣暴力的教学不一致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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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